大家好小朋友 今天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 《没有牙齿的大老虎》 在大森林里 全都知道老虎的牙齿厉害 小猴现在就会说 它比柱子还凑得住 大老虎只要用了 竟然一看就怪 真怕人啊 谁啊 大老虎招起铁盖来 像吃面条一样 小猴说着 害怕的 超级了脑袋 可小狐狸却说 你们怕老虎牙齿 我就不怕 我害怕老虎牙齿全部滑光了 哈哈 谁相信小狐狸的话呢 吹牛 吹牛 没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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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猴和小兔 一个劲了向小狐狸 不信 你们就瞧着吧 小狐狸拍拍摄波子 哼 狐狸真的去找大老虎了 他 他 他带了一大高的礼物 啊 你自己帮我 我可以带到新天上最好的品牌 糖 糖 糖是什么 老虎 从哪里尝过 他吃了一粒奶油糖 啊 好事情啊 我以后就常常给老虎送糖了 他吃了一粒又一粒 在睡觉的时候 他还在嘴里呢 就是 大老虎的好朋友 狮子 能来劝他 哎哟哟 糖吃的太多 一股刷牙 那是不住家的 你不住一脚啊 你可别是他的当眼 嗯 老虎担忍着 他这条刷牙 回来了 啊 你把牙吹上的他 全都刷掉了 多可惜啊 可听师父说 糖吃都会坏啥子 哎 别人给他罢了 你的老虎的牙 这么厉害 铁条的脑袋 还会怕他 馋鸡的老虎 听了哄一个话 不刷牙 过了戏之后 白眼里 老虎牙痛了 痛了他 一股里 呱呱呱呱成笑 老虎忙去找牙 退休 马带 快 快把我的牙刷牙 马带是明天要给老虎刷牙 现在已经没电子开了 老虎 就叫牛袋子 牛袋子也忙说 我不把你的牙 鱼袋子更不敢把我的牙了 老虎的脸 转移起来了 通通翻去喊 谁把我的牙 我就让他做大王 这时 狐狸穿着白大褂来了 嗯 让我的爸爸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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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狐狸发了一颗 又一颗 又一颗 最后一颗牙 狐狸再也发不掉了 哎哟 又发不掉了 狐狸那片天蟹 一头伸在大王虎的牙上 一头伸在大树上 然后 他再拿两个片胖 放在大王虎耳边 一结果 啪 哎哟 大王虎下了三个大灯头 最后一颗牙也叼下来了 哈哈 这只没有牙齿大王虎 牵了第一嘴大王虎了 他有漏风的声音 一呼嘴说 还是你 哎哟 我送我长期 我送我把牙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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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